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对车爱不释手 如今3D技术发展很快 于是他便突发奇想将3D打印技术与遥控车做了一个结合 就有了这款世界上最快的3D打印遥控车 该车外形似潜艇 车身长1.2米 据设计者说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空气流动的影响 提升遥控车的行驶速度 而3D打印材料他选择的是P-L-A-P-H-A 因为这种材料不但有很好的弹性可以起到防震作用 而且它的强度也很高 不会轻易变形 因此该车的车身外壳 后椅 支架等部位采用的都是这种材料 可能这时候你会怀疑这款车的能力 因为毕竟它也只是利用3D打印技术完成的 但事实是它的速度快达200千米每小时 在世界遥控车排行榜里面位列第11名 但是在3D遥控车领域排名第一 作为一种新型遥控车 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过据Jim Beswick表示 他还会继续改进完善这款遥控车 他的目标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打破第一名的记录并取代它 时代在不断发展 3D打印技术在不断进步完善 而人类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与创造更是在不停地追求完美 未来是属于像Jim Beswick这样有梦想的人的 我们期待并相信更酷更快的3D打印遥控车 不久之后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源自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